在镜头转到高速 我们来看到霸杰投票进入到了倒数黄金周 今天有五党纪律 林长佐陪同他来扫街来催票 林长佐的强调是基于跟黄杰的好交情 才特别难下的 不认同霸杰是蓝绿对决 表示部分党派都应该要反霸杰 企图把柄做大 我们带你听一下林长佐还说了什么 一位民众接着一位民众拜托 黄杰在立委林长佐跟许致杰的陪同下 在凤山市场把握时间最后冲刺 面对霸杰说明会中 霸杰领先人刘成邦计较在莱猪议题上 黄杰认为是为反对而反对 当初他们在提出罢免理由的时候 完全没有提到他们目前所说的莱猪的议题 所以很明显也是为了反对而反对 为了牵托而牵托 所以我不希望说大家混淆焦点 要回归到这个议员到底适不适任 据林长佐则是强调 基于与黄杰的好交情刻地南下 不认同霸杰投票是蓝绿对决 企图把柄做大 不管你过去支持哪一个政党 看了这一段这个罢免的行动 跟操作的过程里面 他们所这个提出的许多荒诞的理由 我相信即便过去你支持国民党的 也不会支持这样罢免行动 霸杰投票进入倒数黄金州 与绿营关系良好的林长佐 除了目前露脸 幕后也负责运筹帷幄 不但负责与绿营进行沟通讨论 也派出自己的重要幕僚南下 勿求力保皇杰 至于这场霸杰之战 会不会演变成蓝绿对决 绿营已经下令总动员 蓝营当然也不甘示弱 到底是谁要把这一场罢免 变成是蓝绿对决 那蔡总统自己讲说 要守住这一局 那这难道不是在激发社会的一个对立吗 霸杰最后倒数一周 蓝绿布月儿通否认霸杰之战 是蓝绿对决 因为夹在中间的游离票 票票都成了关键 记者吕昭雁 吕中原SNG小组高雄报道